这根肉已经造了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嗯 满满的酒香味 太香了 不错 这个肉已经造的差不多了 把它全部拿出来 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先把猪水头焯一下水 加一点黄酒去腥 上锅蒸一下 这个糟还可以重复利用的 把它倒出来 再加一点我自己烧的糟烧酒 因为这个酒造已经用过一次了 加一点蒸好酒的话会增加它的香度 这个猪水头稍微凉一下 趁热把这个外面的皮给剥掉 趁热抹上盐 猪水头 猪水头再用纱布包起来 底下铺一层酒糟 放入石头 放入石头 刚好一圈 把剩下的酒糟放进去 全部放进去了 就把它压住就可以了 这酒糟的话可以反复利用两三次 之后的话就没什么味道了 就要重新再用新的酒糟了 好了 就加入水 也是咽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谢谢大家